Hello 大家好 你們知不知道裝修完之後 第一時間要做些什麼呢 我給你們3秒時間想想吧 你們都答不出了 裝修完之後第一時間 就一定要除甲醛 其實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一定要除甲醛呢 甲醛其實是危害健康的頭號殺手 它是一種模式的化學氣體 濃度高的時候也會很刺鼻 也都被裂為致癌物質 所以裝修完之後 就一定要記得除甲醛 以下我就給大家看一條片 有關除甲醛的過程 除甲醛之前一定要確保表現 不可以有任何的灰塵和油漬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影響除甲醛藥水的發揮功效 甲醛主要的來源 都是一些木製、傢俬、油漆、地板等等 工程完了之後 要記得打開窗簾、窗戶和風扇 要令到室內潛氣流漢 其實除甲醛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 但是都是建議裝修完之後 找一間可信性的除甲醛公司 先檢測甲醛 之後再進行除甲醛工程 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看更多有關裝修的知識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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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 裝修進度 令後來可以更加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吧 都聰明可以進行 박貼 告一 吾 寂菜 順 白